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会不会只是一个暴风雨前的宁静呢 很多事情憋在心里真的会比较好呢 那么当双方都有情绪 甚至出现一些观点冲突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沟通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架越吵感情越好呢 来听听看来宾的分享咯 好 我们先介绍第一位是我们演员唐峰欢迎 Hello 大家好 我是唐峰 我们艺人韩玲欢迎 大家好 我是韩玲 演员邦志欢迎 大家好 我是邦志 我们两性专家冰性欢迎 大家好 好 我想先问一下 如果你可以做选择 面对吵架的时候 你会选择直接火山爆发 就直接讲出来 马上痛骂你另一半 帮我举这个绿牌好不好 你说你就是像冰山一样 静默不渝 你就是不喜欢吵架 请举红牌 请举牌 我会对于绿牌 不好意思 这个是 就是会直接对 直接冲上去的好不好 直接冲 那你这什么意思 因为我两个都遇过 我都不要 韩玲有一个是交往八年 论级婚嫁的男朋友 那你会有刚刚的答案 所以你觉得你们最大问题 就在于你们不吵架 对 因为很害怕 当时还在那个 噔噔噔的年代 就是要有一个电脑 用对话框 那因为我们是那个远距离 他那时候我们念大学 我在台湾 他在美国 所以很害怕一吵架 噔噔噔 就没有回了 所以两个人对 就会很克制说 虽然有点不甘心 虽然认得人了 因为你有办法 用短信号讲清楚 对 因为寒暑嫁回来 又很珍贵啊 所以平常远的时候怕吵 近的时候还是怕吵 就全部一直闷着 但是他有一个毛病 就是常常我们约会的时候 他都会迟到 然后一迟就是 不是那种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是半小时 一小时两小时 有一次到三个小时 但是他每次都会出现 可是他 对吧 你每次都等那么久 对 所以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 就是那一次我在台北车站 地下街 就我们约在那边 然后我就想说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然后人来人往 然后里面看书的人 然后出来而来我还在那 我说到底是要等 还是不要等这样子 我想说根据以往的经验 他还是会出现 好 把他等好了 等... 快三个小时他出现 而且重点是他这中间 他都不会先打电话说 我会迟到喔 或传个讯息说 我快要到了 都没有 就是 就是他迟到的这段时间呢 他是完完全全失联的 就是你永远连络不到他 后来那时我真的生气 我就受不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跟他吵 我想说一吵就真的结束了 所以我就没有跟他吵 我就默默我就走了 我就回家 然后我就不接他电话 也不回家 我想说让你尝尝看 就是找不到的智慧好了 然后他就开始打电话 给我说了 就是认识他 也认识我的朋友 就开始找要找 找到之后到晚上 刚好又好像很偶像剧这样子 晚上月黑风高 然后又下雨 然后就有一个朋友打说 他说他在你家楼下淋雨 他说你如果不下去的话 他就等到天亮或昏倒才走 他说好吧 那我下去看看好了 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 因为他妈妈以前的女朋友 他通通都反对 所以他不敢跟他妈妈说 他交女朋友了 然后因为每次他迟到 都是因为他妈妈 临时有事要找他 我就想说 我感觉好像小三 到底是不是被劈腿 还是怎么样 什么妈妈 然后至少你可以说 你跟朋友约或什么 不要说女朋友都可以 他就没有 然后他就在他妈妈面前 他也不敢打电话 也不敢传电话 所以就这样消失了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既然是妈妈 那能怎么办吗 就又原谅他 然后就又不了了之 好没骨气 所以你们其实这样子 这么闷着吵架的方式 怎么会还有一次惊动警察 那是因为那一次 我也是累积了很多委屈 因为他就是比较自我为中心的 那一种个性 就是都是要我配合他 那那一次因为我已经先毕业了 他小我一点 他还没毕业 他就希望我毕业之后 赶快过去找他 可是他希望的日期呢 是我毕业考完的那一天 就等于我连毕业照 都没办法拍 然后也没办法参加毕业典礼 毕业证书都没拿到 我就先飞过去找他 所以我已经觉得我很委屈 我已经这么配合他了 结果一下飞机 他为了一双薄坑鞋 跟我吵架 就说 你为什么没有穿高跟鞋 我们那么久才见面 你怎么不是穿高跟鞋 是来上薄坑鞋 我就说 坐飞机这么久时间 穿高跟鞋脚很难过 谁坐飞机穿高跟鞋 多累啊 穿薄坑鞋很舒服啊 那么长时间 从台湾飞美国 那么远 对不对 然后 但我们还是没有吵 然后就默默地想说 好吧 那既然我们都不讲话 隔一天还是不讲话 那两个面对面 也不知道在干嘛 我们想说好吧 那我们去图书馆好了 可以至少看看书什么的 然后看说看着看着 他可能就想要和好了 或怎么样 他想要带我走 就想要离开了 结果他就想说 他可能把我包包拿走 我就会去追包包 就跟他走了 所以他就把包包拿走 结果殊不知 旁边的那个管理员 就看到他抢我包包 以为他是就是坏人 还是什么 就报警了 就报警了 管理员这么入戏啊 对 就报警了 然后我们就是 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警察超快 应该大概不到五分钟 他把我包包拿了 都不到五分钟警察就来了 然后就把我带走 那我那时候英文还很烂 就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然后他们就 女警把我带到女生厕所说 那男的是不是有对你怎么样 然后你们是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那时候我听不懂 所以沟通很久都沟通不了 后来他们是请了 那个翻译过来才知道说 我们是男女朋友 只是一点点小争执这样子 但是他还是被抓去 关了二十四小时 然后他回来之后 他说跟他关在一起 有另外一个男生 他只是因为早上呢 他老婆叫他倒垃圾 然后他一手拿垃圾 他一手拿公事包 然后踢门的时候 不小心踢太大力 邻居就报警 警察就把他抓走 然后美国警察 因为很保护女生 所以他们可以 每一种标准 可能有一条街 一半的人不能上班 真的 而且说不定拆散 你们两个的就是那个警察 对 是没有 但是他们真的检查很仔细 他们会拿那个紫外线 或红外线的灯照你身上 然后因为他们怕你 那个指纹是不是 不是看有没有抓痕 或者是殴殴打的痕迹 因为他们很怕说 你是受害者说 你不敢讲实话 所以他们会检查得很仔细 我觉得其实你们听起来 你们不是不吵架 是你们都是闷着憋着 就是不想把他吵开讲开 你们唯一一次大吵很厉害 他把你反锁 对 因为就后来 我们就是开始工作 他也毕业了 然后后来有一次 我就再拍一个戏 然后那段时间我跟他说 这段时间我就是需要 配合剧组的时间 就是我没有办法 就是跟你说随时要干嘛就干嘛 但他就过一排的 一个小旅行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真的没办法跟你去 这样子我时间会嘎到 然后他就把之前 我跟他讲的那些 他没有回嘴的 通通一次爆发说 好了好了 你就重视你的工作就好 你通通都去工作就好了 你也不要跟我在一起 你就去工作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们是在他家里面 他就直接把我拖到门口去 然后门关起来 然后我当下就傻样 我说你 我现在怎么办 我包包也在里面 手机也在里面 然后鞋子也在里面 我就打着刺脚 然后站在门口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就只好敲门个按电铃 然后他还从里面大骂我说 你不要再这样子了 你这样子邻居等一下 就是跟管理员说 我们很吵什么又报警之类的 就是因为前面那次他吓到 然后他说你不要再这样子了 你就乖乖是站在外面 我说那你至少给我双鞋 或什么我可以自己回家之类的 然后他就里面 就这还没有声音了 然后就默默地在外面想说 是不是我就是真的只在意工作 没有重视到他什么 还在那边想起 你是不是哪里不对 真的是有病 真的回想那时候 真的是很糟糕 然后后来就关了大概 快一个小时 他才让我进去 然后我还很不争气地 又跟他道歉 所以又继续这一期 你被反锁还去道歉 对啊 我没有很傻 这么委屈求全 不断地退让 结果竟然是他背叛你 对 因为交往那时候已经很久 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 我想说那结婚之前 我一定要出去一趟 就是我要放我自己自由一下 不然以后可能就都被绑死了 然后我就申请了说 我要去澳洲三个月 打工游学一下这样子 然后他就有一点点暗示 他就说可不可以不要去 可是他没有说原因或理由 他只有就是轻轻地讲说 可不可以不要去 结果我去了回来之后才知道 他那时候在暗示我说 如果我去的时候 他就会去找别的女生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我的朋友 跟他有一些看不过去的朋友 就开始透露一些讯息 跟我说我出国的时间 好像有看到他跟别的女生 牵手在东区逛街 好像他打篮球的时候 有别的女生去帮他加油之类的 那因为我是从来不查 男生手机的那一种 然后那一听多了之后 我就想说不然来看一下好了 有一次我就趁他没有注意的时候 看他发现 原来他已经劈腿一年多了 而且对方那个女生就是 也是一个有交往七八年八九年 男朋友的一个女生 然后他们两个就这样 我就想说那这样 干嘛还要谈婚润嫁呢 超傻眼 然后好吧 那至少是在 还没有结婚之前发现的 就干脆算了 就是到这一次才彻底觉悟 也八年耶 对 很兇 时间就这样咻一下过去了 好 离开了一个不对的人 你后来嫁给你的前夫 其实有一点类似耶 你们也是一个不吵架的大魔王 但是他这个是很夸张的 就我们这个至少有时候 偶尔他还会跟我吵一下 偶尔 但这个他是真的完完全全 从来不吵架 从认识到交往到结婚到离婚 都没有吵过架 完全不吵 然后你每次跟他讲什么 或骂他 或者是好好跟他沟通 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 这个 就这样看着你 好可怕 对 很没劲 对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这整个空气就结冰了 不知道怎么结 对 而且你有时候会越生气 因为你不管怎么样 你把石头丢到水 还有一个涟漪 你跟他讲话完全就是 好像会对空气这样的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刚没讲到 他是台中人 然后我们结婚之后 因为他一直想要跟我上来台北 所以他就上来 但是他上来一直找不到工作 工作不顺这样 我就介绍他去我表哥的工厂上班 但他表现就不是很好 然后所以我有时候就跟他讲说 你这样子工作态度不行 或者是你要认真一点 积极一点 或者是要就是认真学 但他都不讲话 然后那一次 因为家族聚餐 就是又会讲到说 那他工作什么怎么样 然后我私下就是趁他们 在注意别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等一下如果讲到工作什么的时候 你就是 不然你就不要说话 我帮你说 要不然你就说 你有认真这样就好了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大概在讲之类的事情 他就突然 嗓了自己两巴掌 说都是我不对 然后我就吓到我傻眼 说现在是发生什么事 然后全部的人都看我 以为是我打他 因为他们有些可能在聊天 或什么只听到声音 然后有些可能看到他自己打自己 就想说我是对他做了什么 为什么他突然会有这个举动 或者是是不是我打他之类的 我吵不出来说 什么 明明 明明犯错的是他 结果变成我好像坏人 好像变成我 我对他做了什么这样子 其实这中间有陆续有跟他谈过 就是要不要就算了 就是这样很辛苦 但他就是坚持不要 那因为我年纪到了 那也是不吵架 也是不吵架 他就是有一次我是 就是那个离婚证书写好了 然后全部都写好 我就拿给他 因为他不吵嘛 我没办法 后来就写一写说 好吧 那你签字吧 他就说 就默默地只说了三个字 我不要 就这样 没了 就他什么 就只有 他也没有情绪起伏什么 他就只有看着那张 我说我不要 你问他为什么 不讲就没有在吓我呢 就是不管我再怎么跟他讲 就是就只有这三个字 我不要 这样就没有 超傻眼的 问一下冰心 面对有些男生 可能是不善表达 不善沟通 然后也 其实是根本也不爱吵架 但是私底下 内心情绪不断暴走的人 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 那个韩玲 刚才私底下跟他聊了一下 因为他这段婚姻 非常的快速 其实他对这个男人 一点都不了解 他当时是因为想要生小孩 所以就刚好有一个人 貌似很爱他 然后所以他就 就跟他在一起 所以我就觉得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风险好大 人家那个 在国外做一个测试 就说你跟一个人 可不可以在一起 你就把你们关在一个 什么都没有 没有手机 没有电脑 然后什么都没有 也不看电视 你们两人就聊天 你如果聊得了 你可以聊天 其实你们的 以后相处机会会比较顺畅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人 就是交往非常的浅层 所以浅层就是吃饭 你吃饭 我吃饭 吃完饭 看电影 不用讲话 不用讲话 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内心深处 他的需求 或他也不知道你的需求 其实你们互相都不了解 他如果不聊天或不讲话 其实你就要引导 就是他总有兴趣 总有嗜好 总有专长吧 如果他没有兴趣 没有嗜好 没有专长 你还有跟他在一起吗 人生很长 有嗜好那个恋爱脑一起来 你知道 所以我就跟你讲 有的时候 那个谈恋爱最大风险 就在这里 当时可能因为 荷尔蒙都互相吸引 可是最后发现 通通都不对 是不是 我觉得聊天 人家说谈恋爱 你不谈你怎么恋爱 真的 你真的 你没有把自己内心深处 比如说你没有 你难道没有梦想吗 他没有梦想吗 如果他没有梦想 他也很危险 对不对 难道他没有计划吗 如果他有梦想 他有计划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分享 那我的梦想跟你的梦想 是同一件事情吗 还是你的梦想 跟我一点都没关系 你的梦想是我的噩梦 对不对 没有 他曾经有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你的梦想 就是我的梦想 对 这更可怕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老实说 都以你为中心的感情 那是错的 他根本还搞不清楚 他的梦想是什么 对 但当时就觉得 好浪漫 好爱我 我的梦想就是他的梦想 这是一个坑的话 傻嘛 婚后的拥抱是冷的 该怎么办 马上再回来 好 唐峰跟太太是结婚十三年了 当时是因为太太讲了一句话 打动你 对 因为我过去 谈的恋爱的时间都很长 我大概都是谈交过的 两年 三年以上 可是后来就没有结尾 那所以对我来说 谈恋爱这件事情 好像就只是这样 就喜欢这个人 还不错 那你说要再往后 总好像就没有 我就觉得很可惜 所以后来这一天 在交往的时候 我就说 在认识的之下 我就说 那我是一个想要 以结婚为前提 那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那如果没有 那没关系 我们就做朋友就好 我们也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 因为时间很珍贵 那你也 因为他小我四十岁 二十出头 我说你还这么年轻 你应该可以找到比我好的 而且还有因为我是演员 有时候其实演员工作 是不稳定的 那我也没办法给你一个 特别多的保障 你必须认清楚事实这样子 那后来他就说 他可以 就是以结尾为前提 这是我第一个 这认真的吗 后来呢 后来过了一个礼拜 我就到台南工作 那我就说 我现在人在台南这样子 那如果你觉得 有空看你不要下来玩这样子 就讲完隔了一天两天 二人就跑下来了 就这么认真 就让我第二个感动了 那后来最后呢 我为什么会决定要结婚 但里面有两三件事情 那其中还有一件事情是 他有跟我讲说 他觉得我好崇拜你 觉得你一个男生 然后这么的有一些想法 然后并且在做演绎的工作 这么认真 他觉得你的世界跟我这些 完全是不一样就好崇拜 就觉得这个女的 对 狮子座的男生 这个完全就是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抵抗的 对 然后他就好像 对 放了一个什么链子 绑在我脖子上 我还说你搞好要绑着 快把我绑着 我的妈 这一句话就对他很重了 对 那有一次他其实那时候 他才跟他的前男友 因为他前男友劈腿 他也情商了一段时间 那后来我们在遇到的时候 他有一次就跟我们交往 他就认真地问我说 他说因为他的前男友 有在做这个期货 那他之前每一个月 都有汇钱给他的前男友 做期货 那后来因为分手了 就他的前男友跟他讲说 那个期货赔钱了 然后总共五六十万吧 那他就说怎么办 那他家里面的人就说 把药回来 那可是对我来说 我就说我们客观来分析一下 这件事情 完期货这件事情 是你前男友逼你的吗 还是是你自己自愿说 他讲了我觉得好像会赚钱 我给你 他说没有 是他觉得自愿给他的 我就说好 做生意是这样的 有赚有赔 那赔钱了 这个是大家都不想要的事情 可它就发生了 怎么办 那我就问他说 我说站在我的立场 我当然希望就是说 你可以跟他有一个 很完整的结束 可是如果你一直不停地跟他要钱 那你们是不是就会有很多的交流 更多牵扯 对 那老实说 我当然不是非常乐意看到这件事情 那当然看你决定 如果你觉得那个钱是很重要 你一定要拿回来 我支持你 我想办法 对 那如果这是你的决定 那你愿不愿意承受这一次失败 那过一天 他就跟我说 那钱我不要了 我就想 那这个女孩子不娶 我简直就是让一个保障跑掉 下定觉神 这个一定要留在身边 为什么 因为其实对于现在的人来讲 钱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的钱跟感情 你可以衡量吗 其实我认为他是不能衡量的 可是当你愿意放弃 那个好像数字的东西 而想要保留这个感情的时候 我认为自然不简单 OK 他真的是一个真的 可以认真 都打中了你 对 但是你很受不了 你老婆会翻白眼 不是我受不了 她受不了我 你老婆受不了你会翻白眼 对 因为我们的行业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毕竟做表演的 谈的都是艺术 QQ回到家里面 我可能我们在聊说 这个剧本应该怎么读 他那个三角形应该做什么 我跟陈对戏的时候那个情感 我们看了这部戏的时候 这个男的怎么样 因为他的眼神投射的是什么 他一个字听不懂 那我就闷了 好 那有的时候他问我 那剧情怎样 我就说什么 他说 然后过了可能一两年 一问我同样的事情 我就翻白眼 我真的解释过了吗 他说你不准够翻白眼 我就解释过了 你又再问一次 所以就会导致什么 我就出去开会 谈戏的东西 谈工作的事情 回到家里我再解释一次 那后来因为久而久之 那这个白眼的次数 可以一天从一次 变一天两次到三次 然后他就受不了 他就说你再给我翻白眼 你就给我试试看 视作这人就是这样子 人家真的爱嘛 我会怕 那怎么办 讨论一下嘛 那我就说不然这样好不好 我们在家里不谈工作 因为谈工作你听不懂 我还要再解释 那为什么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我太太其实是个护士 他回到家里面跟我谈 那工作信我一个都听不懂 他有一次回到家跟我谈什么 他在这个医院里面 帮人家挖那个大便 然后就说 我们可以不要聊这个东西 好 他不聊了 然后又聊什么 他说因为就是他内科嘛 就那病人突然吐血 他把他轻壮 可不可以不要聊这个东西 下一个 对 然后他说那这我也不聊 他没什么好跟你聊 没有 后来跟我聊什么 那病人往生了 他的状态是什么 然后我就说 那我们真的决定了 以后我们都不要聊彼此的工作 我们在家里面就聊 看喜欢书 看什么电影 吃什么饭 所以你们就不聊彼此的工作 我们不聊 因为真的听不懂 可是到了现在了之后 我们会稍微聊一些些 因为他有 因为他现在准备要 要就是往上升迁嘛 所以他会问我一些 企划的内容 逻辑是一样 他就问我说 这句话可不可以啊 那个东西留什么对不对啊 那刚好我也可以协助 OK 好 十三年慢慢找到相处的方式 我们来找到的方式很多啊 你们曾经大吵到 差点要离婚啊 对 因为 什么情况 其实我先说 我自己本身是真的是 不爱吵架的一个人 那不爱吵架的原因是因为 我认为事情发生了 就是要解决 你吵架他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不是外面讲说 问题不能解决 我解决有问题的人 不是这样的啦 那是个错误的想法 不是每个人都有问题 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 那我不爱吵架 那后来因为那个时候是 我们小朋友刚出生 出生大概一年多 那其实我们在还没有生小孩之前 我们真的固定每个礼拜 一定会出去看电影 约会 吃饭 因为我认为培养感情是很重要的 还有因为其实我不晓得 我觉得视作人 其实还蛮在乎情调这件事情的 有点浪漫的气质 对 但是我们又很麻烦是什么 我们是很没有仪式感的 我说我个人 所以因为我回到家里 我是喜欢 譬如说回到家里面 不啰嗦 先抱一下再说 或是先请一下 你今天如何 好 结束了 好 那再来决定 要不要一起洗澡 好 OK 然后全部都有这些过程 那有了小孩就不一样 小孩讲一下说 那抱一下 好累 然后这就推开看小孩 喂 然后总说 那要不要就是一起做点什么 不要 先顾小孩 那不然看个电影 没空顾小孩 我说 小孩比我重要 你对我的崇拜去哪里了 你对我的羡慕去哪里 怎么都是小孩 那觉得很沮丧 然后那时候因为 因为接戏又很忙 然后刚好因为 也在做一些转型 开始练闽南语 那我自己本身 其实闽南语 并不是非常好 所以很多压力 累积起来 有一次我后来 到了某一天 我就跟他说 我说 要不然我们分开一段时间 就这样直接讲 对 分开一段时间 因为我觉得我不开心了 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我甚至觉得不幸福 因为我其实是个单亲 家庭长大的孩子 对我来说 家庭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发现 我另外一半 助力不在我身上 我会觉得 是不是我做了什么 那可是我事情这么多 这么多 我知道小孩很重要 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 就忽略了我 如果说不然这样好不好 那不然分开一段时间 那小孩我会帮忙过 那如果你觉得也OK的话 我是可以每个月 就是给钱的 那看你觉得怎么样 对 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我们是 你讲这么直接 当时他的反应是什么 哭 他就哭给你 难过 那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 这样子 那后来因为这样聊下来之后 他就有很明白地讲说 他其实因为生完 第一胎 那也有压力 那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也觉得说 是不是 应该先把小朋友顾好 那把话讲出来 我就发现 我错了 我觉得我没有顾虑到他的感受 那后来我们就讨论 就说那这样子好不好 那是不是 我们每个月 就是早一天 你有空我有空 把架排一排 然后我们就去外面看个电影 吃个饭 小朋友干嘛 丢旁边就对了 给家里面带 带一下 因为才一天而已 一个晚上 对不对 然后也不见得有什么仪式感 就是滚滚床 之类的 很重要 这样子至少我们有一个缓和的空间 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会尽量做这件事情 OK 好 所以夫妻真的是 这个婚后还是要谈恋爱 谈心的时间 要 要把话讲开 是不是对生活比较好 我觉得非常重要 其实像我看到很多婚姻失败的例子 就是其实太多都是生完小孩之后 女人特别是很多时候就像你说 很多要气愤 要感觉其实一个很吵 压力很大 荷蒙失调变丑 你知道吗 对我们而言 我也没有这种心情 其实那时候我也需要你赞美我 鼓励我 然后告诉我 你还是很漂亮 你没有变胖 然后你变胖了 我还是很爱你 对不对 你需要的 跟我也需要很多 你也需要很多 所以那时候 大家都好像很委屈 你知道吗 然后你刚刚讲的 那个沟通这件事情 他不说 其实我老公也是一个 我之前觉得他蛮假的 假的 也可以讲是 人家都觉得他文直彬彬 你知道我就觉得 太好说实话 你知道吗 好 那个 还吵起他了 对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就是说没有情绪 就比如说 有一次我就跟他罵 我就说 我真的没有看过你生气的样子 我就说 其实我脾气那么坏 你有没有对我什么不满啊 是不是 因为我很讨厌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 是幸福的 是开心的 是快乐 而不是容忍的 对不对 那很多东西 你如果说得出来 我可以改嘛 你知道 然后他就讲说 很多东西遇到了 工作上的不好的事情 他觉得我也帮不上忙 就也不想说 对不对 那遇到了一些 情绪不好的事情 自己消化掉 所以也觉得也不需要说 那所以要说什么 所以讲的就是那个 可是后来我就会跟他讲 就是说 那你知道我跟其他人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跟外人 跟陌生人 跟你其他朋友都一样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脆弱 我不知道你的忧伤 然后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烦恼 我说有的时候 跟另外一半 分享自己的最脆弱 最隐私 最不堪的那件事情 是加深彼此很熟悉 关系的深度 是不一样的 然后后来我就说 我也希望你 能够释放一下自己 就是说 如果你对我有什么不爽的 然后你就讲啊 你讲啊 就坏鬼了 你这样讲他敢讲吗 你讲啊 他就真的讲 他说那我就来咯 他就来 想说想骗我 我没那么笨 没有 后来我就说 后来他就开始 比较表达了 然后表达以后我就说 还是回去一下好了 他就罵 你还是不错的 假一点也无所谓 所以这个要牵到另外一个 我们要好好的来沟通 但讲太多的真话 感情承受得了吗 怎么沟通马上再回来 好 那来看看这个邦志的故事 你是有一任女朋友 她是有什么事情都不说 你觉得跟她谈恋 好像她都戴个面具一样 你猜不透她在想什么 对 就是 因为她的工作是一个直播组 然后就像老师刚才讲的 她其实私底下 对我的感觉 跟对她的粉丝的感觉是 我觉得是一样的 就是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对 但你就会觉得 感受不到她的真诚 对 像是我们比如说 我们出去玩啊 然后干嘛 她就会有一种 会想要赶快应付结束 就是可能有点累 然后就是 就是结束之后 就赶快想要回家这样子 就是相处起来 其实没有到那么close 这样子 对 那或者是说我们有一次去决定 要去哪里玩 然后因为她其实偶包 算这个叫偶包嘛 就是她的包袱很重 对 就比如说出去 然后你也不能跟她牵手 然后又可能要找一大堆朋友来 然后比如说 或者是说 我们不能走太近这样子 感觉很像你是 跟她的那个粉丝这样子 对 我就觉得 这是真爱吗 好奇怪喔 对 然后她 我就有问她 就是说 因为我就是怕在外面 被人家 被她粉丝看到 然后怕她的 影响她的业绩这样子 就有一次比如说 我就会讲 就很无聊的冷笑话 因为我想要看她真实的 就不要那么官方的对我 我就会说比如说 那你知道超人 为什么救人要穿紧身衣吗 然后她就说 我不知道 我说 因为救人要紧 她就 真的假的 你真的也看到了 好好笑 她就是这一种 然后你就会 这不是已经很久的笑话了吗 没有 还是蛮好笑的 是吗 她就连吐槽你都没有 就很完美 好完美喔 就是好完美到你会觉得 好不真诚喔 你希望她跟你说 这什么烂笑话 我想要听到的是这一种 就是 可以 那你有跟她讲吗 跟她讲你的想法 有 我后面 我比较算是用 循序渐进的这种沟通 然后一开始 这样子沟通发现没有效 我就跟她讲说 那还是我们 拿出一张纸条 我们互相写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在一起 这段时间的 比如说你不喜欢我哪里 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打开她的纸条一看 没什么问题 她都写蛮好的东西 就会让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要 我们应该要再更深层地 讨论一些东西 然后刚好那阵子 我看到网络上很流行的 那个心情消遇 对 就有一种 比如说她上面写说 在乎你的人 不会不跟你吵架 对 她就说 如果她够在乎你的话 她会想要跟你 讨论一些事情 或是争执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抱着这个 心情消遇的精神 我就去找她吵架 对 看着网络 你知道怎么吵架 就是因为我已经 很真诚的心去吵这个架 对 是有目的心 还有跟你吵起来吗 我们还是 她还是吵不太起来 但是我们有更进一步的沟通 那沟通完之后 她是跟我讲说 她以前的前两任的男朋友 就是因为她太在乎他们了 所以她会要求什么 要求什么 但导致于说 比如说争吵的时候生气 她就会讲出一些 比较难听的气话 然后那些男生就会 那个自主性受伤 然后就默默地就 离开了这样子 所以她害怕吵架 对 她后面就讲说 我以后叫我男朋友就 不要吵架 然后甚至于说沟通 就是浅浅的沟通就好了 浅浅的沟通 什么叫做浅浅的沟通 你问我 我有回你这样 之类 他们在讲身心话的时候 太伤人了 对 会破坏感情 那这个说法你可以接受吗 我 我不知道他讲得真的那么伤人 因为我后面就是有 还是有跟他吵架 我们在吵说 比如说我们要去哪里玩 然后他就会说 我们因为我们在瞧时间 然后 就是有时候剧组的时间 不好瞧 就是你没有办法请假什么的 那他就会说 他到后面就很生气 他就会说 那你再继续当演员的话 我们就分手 这种话 对 那他有生气了 对 不然就说什么 你都几岁了 然后还在追梦 还在做梦 为什么人家的男朋友可以 就是可以 就是陪他 为了女朋友去配合时间 那我不行这样子 对 那到后面就是变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听到我也蛮 心里也是蛮受伤的 对 我会觉得说 女生应该 我们不是应该互相的扶持 所以你看他讲他的真话 你开始受伤了 对啊 就很矛盾了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他画错重点 因为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他在一起 然后他讲出他的心里的话的时候 你看每个人听话都不一样 其实要是我画的重点 就是他没有安全感 如果我跟你继续下去的话 如果是我一个比较成熟的人的话 就是我就会问他说 所以你现在跟我在一起 你比较没有安全感是不是 但是我会努力 就是他到了一个年纪 女人到一个年纪 或者说男生到一个年纪 我们会对你有一些盼望 就是说好 比如说我让自己 在演艺圈奋斗多久 如果不行的话 我可能会那个 我会尽量地跟 想办法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对 那我们一起努力 就是类似这种的话 所以他是想要说 希望他跟他有真诚的沟通 但是他没有听得懂 那个女生讲话的 真正的含义 对 你讲真话之后 你发现你们的感情回不去了 对啊 就真的回不去 变成说讲完真话之后 因为他伤到我 然后他自己也觉得说 他讲得太过分了这样子 所以他后面会想要做一些 弥补 但我同时 比如说他讲完这些 我自己也有再去找第二专长 就是比如说 我去做影片剪辑这样子 就是还有另外一份 就像老师刚才讲的 我们可以去找另外一个 让他安定的安心的东西 对 但是他后面的那些弥补 我会觉得太彬彬有礼了 就是会让你觉得 我们距离感好像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这样子 然后到外面就是 两个人都蛮有勾搭的 蛮有疙瘩的这样子 对 那就有一次他就约我 去他家楼下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其实他现在这个年纪 他也想要拼事业 然后他也想要 他就算不适合谈恋爱的年纪 这样子 然后他就问我说 还是我们就退回 像朋友那样子 对 然后我就想一想 我就说好吧 那如果你有这个规划的话 那我们就尊重他 然后我讲完之后他就抱哭 我想说为什么 不是你这个时候应该说 我不要 我要闹是不是 你都要闹 而且我跟他讲说 我没有你 我不行 我现在真的肯定 我再去检计 可是会不会 所以这边这一组人士 这组人士 但闹太大会被他粉丝看到 女生通常第一次跟你说 就是他在楼下 我现在还要粉丝到出来 你要给他抬一肩 就是希望应激你的注意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刚才讲了 他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对 刚才这样 大家听他分析下来 好像是很没有安全感 对 所以就这样分手了吗 对 就是后面 就这样子分手了 所以讲真的很难 你到底要讲真心话 还是说两个人相信如宾 那么如果吵架 一吵李治线就断了 那时候又该怎么办了 马上回来 verb ... 好 不说话觉得冷冰冰 但是锻林一般 非常爱吵架 那你也說很可怕 幫志 換一個不行 換了一個了 對 就是我那一任女朋友 她是非常控制狂的那一種 就是比如說我 像之前有一次去工作 那她就會 因為我下去三天 然後就在南部這樣子 然後她那一天就是她 也出去玩 但是我那天工作剛好結束 因為我台中人 我想說那我就回家找朋友 就是留在台中部一下這樣子 對 然後她就電話就過來 她就說你等一下幹嘛 我說我找朋友吃飯 她說好 然後再過十分鐘 她就打過來說 那你今天什麼時候回台北 我就說我可能會 就是留在台中陪家人 一兩天這樣子 對 然後再過十分鐘她就打過來 她就說她就是很奇怪 她會跟我講說就是 所以她叫你做選擇嗎 對 她就說 那所以是你現在是要 留在台中陪你朋友嗎 她就這樣子 她就說那朋友跟我 你為什麼不趕快上來 你為什麼要選朋友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逼我 一直非常... 一直逼我做選擇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 就是她的這個個性 讓我壓力非常的大 對... 然後後面就我被逼到 我說好啦 那因為天色晚了 那我就去搭客運好了 我就去請我朋友 載我去那個客運站 因為十二點多還有嘛 就在客運上 然後她又... 在客運上她又奪命連環call 她又說 所以你現在怎樣 你又不選我 就瘋狂的這一種 你為什麼不選我 為什麼不選我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客運上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跟她吵... 我沒有辦法跟她吵架 因為客運上的人全部都... 都那個... 在睡覺 對 就在睡覺 你也沒辦法跟她吵什麼嘛 然後就是... 我就這樣子拿著 然後就差不多兩個半小時 我就這樣子 然後她也那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沒有什麼話講 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一直瘋狂這樣子 對 然後像之前有一次 也是她也是給我一個選擇題 比如說 因為她要去台中工作 對 然後那個時候她就... 她就問我說明天要幹嘛 我就說明天沒事啊 然後我就說 那我就問她說 那有啊 我幹嘛 然後說也沒有 然後說她要下去工作 我說好 那不然我... 我可以去跟我朋友看舞台劇嗎 對 然後她就說好啊... 然後十分鐘之後 你現在選你朋友是不是 沒有啦 天啊 我覺得她就是暗示你啊 可是... 因為我基本上我的生活就是... 到後面都是一開為重心 等於說我跟我朋友的相處時間 基本上沒什麼... 沒什麼時間這樣子 但我想說那你要去工作 那你又當天來回 我就想說那OK 那不然我去找一下我朋友好了 結果數不知又來通 你現在選你朋友是嗎 就是這樣子 就... 那比如說朋友 她會這樣講 她會說朋友 家庭 然後愛情 工作這樣子 你選哪一個 然後我說你選... 你就四個選兩個這樣子 對 然後那一次我就被逼到 就是... 那我選... 我選朋友跟愛情這樣子 因為我在北部生活 好難選 工作跟家庭呢 就沒辦法... 我沒辦法... 就四選二嘛 那就只能選啊 對啊 然後就選完她 她就是... 我覺得她就是非常控制狂 所以最後你最忍無可忍的事情 是什麼 有一次我工作了好幾天 回家... 回家的路上 她也是就在那邊講說 你為什麼... 為什麼都要一直去工作這樣子 我就說... 然後我很累 我可不可以不要吵這個 我可不可以先休息 對 然後她就說 不行 我們今天要把話吵 我要把話講完 我就說 我真的很抱歉 我今天一整天在外面 我想要休息 我想要睡覺 她說你敢給我掛飾 又是這一句 對 然後我就真的給她掛掉了 然後我就還開那個飛航模式 我就... 就放著... 就睡了 然後就一直睡... 結果隔天早上的時候 我就聽到那個... 我們家的門 因為我們家是密碼鎖 對 外面租的 然後就那種按密碼 就... 就是瘋狂按錯密碼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很... 就被那個東西吵起來 我就開門 結果她就很生氣 她就說... 她就說為什麼你昨天不接電話 你這個晚上都在幹嘛 然後就見了我就開始捶我 開始打我這樣子 那因為她打我 我會... 我會擋 然後就... 有一個不小心擋太大力 她... 她整個手就是... 整個扭到 然後她後面就跟我講 說... 你把我手用骨折 你現在要怎麼辦 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怪到我身上 但是就是... 她那個瘋狂行為 就是一直瘋狂在這樣子 然後... 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就打電話給我朋友 我就說那你可以來 幫我主持一下公道嗎 不然沒完沒了 對 然後我朋友來了 我朋友就說 其實你們現在這個狀況 就是... 因為如果真的在複合的話 感覺也會一直吵 然後我朋友就把 她看到我私底下的一面 就是比如說我跟她吵架 還是什麼 我都會... 就是會喝酒 我心情會很差 但是這個女生 她沒有看到這一面 我朋友就把這個東西 跟她講 然後後面那個女生就說 她就說 妳真的這麼難過嗎 對 但重點是她前一秒 她也跟我朋友講說 我就是要讓她後悔 就是她在爭吵的時候 她就會這樣講 但後面她又突然放軟 跟我講說 妳真的那麼難過嗎 她就想獲得 被重視的感覺 對 然後... 我就覺得天啊 這個女生太瘋狂了 我就跟她講說 那不然我們就... 就先分開一陣子 對 我們冷靜一下 應該不能接受吧 她不能接受 但是當下 她也是有被我安撫到 結果... 她回去之後 就我們分... 就有小分手一段時間 然後她就是瘋狂地 去跟別人講說 我把她手弄骨折 這樣子 然後就說 我很爛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又說... 她後面就講得很誇張 她又說 那一天來調解 那個男生朋友 她說那個男生朋友 是gay 她喜歡我 所以我們會分手 是因為那個男的 對... 因為那個男的又是演員 他也不是同性戀 那這個東西 就後面就被傳出去了 你知道嗎 然後就有一個朋友 就傳到我那個朋友的耳朵裡 然後我那個朋友聽到 他就覺得很生氣 為什麼會有這種 奇怪的話跑出來 對... 所以我後面就 打電話去給她的女生 我就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 跟我朋友 我... 照謠... 她就很回我一句 我講得都是事實啊 我有講錯嗎 那別人要怎麼傳 也不光而視啊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對她超級有點失望 對... 所以你到底要找一個 愛吵架還不吵架的 我覺得先... 不要吵架 然後我們慢慢溝通 我們... 我們找一個 不要那麼愛吵架的 好 芳芝這個故事 韓玲妳說妳很有感覺 對啊 我覺得遇到一個 跟她有點類似的 但是控制狂 沒有她那麼嚴重 但是暴力是更嚴重 就是她也是那種 就是會控制妳的心中的那種 然後有一次 我就跟朋友出去聚會 然後她就說她要來接我 就是不想讓我太晚回家 要來接我 我就說不用啦 反正我結束 我就自己回家 很安全這樣 然後她就說 好 那不然妳回家 就一定要告訴我 要跟我講一下 但我那天後來回去之後 我就太累了 就不小心就睡著 沒有回她電話 然後剛好手機 就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就是管整棟也沒有 所以她打電話來也沒有接 結果早上一睡醒的時候 哇塞 手機裡面三四十通 那個未接來電話 然後說完蛋了 完蛋了 我趕快回撥 然後她就超聲 她說 妳到底在做什麼 妳瞎沒看到我過來 為什麼整個晚上找不到人 妳是跑去幹嘛 幹嘛 我說我沒有幹嘛 好 我現在趕快去找妳 因為我想說 如果我不去找她 等一下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就趕快去 然後去的時候 我本來想說要先安撫她 我最近在門口 已經先想好一套說辭了 結果沒想到她一開門 我已經去一拳過來 然後說 天啊 嚇死我了 我以為她會打我 還好她不是打我 她是打在我後面的那個 衣櫃上 然後那個木頭 都已經被她打爆 就是爛掉這樣子 嚇死我 我心這樣停掉了一拍 差點真的被嚇暈這樣 然後後來她就開始 也不聽我解釋 我就說我真的只是睡著 然後她就一直認為 我就是不知道幹嘛去了這樣 就開始摔東西丟東西 然後都是從我身邊這樣 插過去插過去 就是沒有真的打中我 可是她就是想要嚇我這樣 結果後來樓下的那個 因為她租房子 然後樓下就是住房東 所以房東就聽到 樓上很大動靜 然後上來看到裡面 亂七八糟 她就立刻報警 然後警察來 她就說她不要 再把房子租給這個人了 就是她這樣子太恐怖了 然後就請警察把她驅離 就叫她去別的地方住這樣子 就是我為什麼不是遇到 那種都不講 不然就是遇到這種超級 不知道去哪裡找正常人 真的 正常的溝通該怎麼辦 不吵架 其實現在看起來 不代表感情好 那吵得太過分的話 其實感情又破裂的話 到底怎麼辦 我們要善意解讀別人的話 我覺得有的時候會理智性 理智完全那個喪失 是因為我們都在惡意解讀 對方的話 就比如說我們還是要拿 你剛才來談對不對 就是像那句話 是我想傳達 是我的不安全感 我沒有嫌棄你 可是你聽到的是嫌棄 所以在溝通裡面 如果很有嫌 讓人有嫌棄的感覺 那個就不行了 所以在任何的溝通裡面 我們先肯定對方 然後但是我希望 如果這樣子的話 可能會更好 然後就像他當時表達說 我覺得我不幸福了 我們曾經有過很幸福的 對不對 那我們就怎麼把它找回來 對 OK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我覺得 吵架真的是一門藝術 那我剛剛分享這麼多 發現中庸之道真的滿困難的 我想兩個人的感情 真的以終為始 譬如說出你是以結婚為前提 那兩個人既然覺得這個結果 希望是好的 那所有這些過程 都希望可以往好的方向發展 如果雙方面有這個共識的話 祝福大家 可以真的在這裡面找到 可以聽懂別人說話 一個良性的一個溝通的方式 好好的成功吵架吧 拜拜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對 解決 成功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如果